已经时间七点二十 刚刚醒 你上个秤啊 今天是五十九点八 哎呀 昨天 昨天五十九点四 知不知道为啥我今天是五十九点四 因为昨天中午吃螺蛳粉 吃那个一大份饭 我九点秤的话 然后昨天六点多时 我又吃又吃一份饭 所以说 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吃秤 你吃秤的话 你第二天绝对不必瞎秤 真的是说实话姐妹们啊 不要去吃秤啊 所以你在你在你减肥中 如果说挺重 呃 上下服那个两三斤一二斤都是正常的啊 千万不要去吃秤 我昨天有螺蛳粉那边螺蛳粉 然后你看我吃秤了一样 虽然我觉得我又吃了一样 不要去称 吃秤姐妹们啊 一定不要去吃秤啊 咖啡喝了 如果说我不喝咖啡 我会已经长两斤 吃秤了 不要去吃秤了啊 然后今天中午十二点啊 咖啡就卖两 今天卖一天 然后咱俩软糖 有需要来啊 今天中午十二点 开点美颜啊 哎呦 哎呦 没呦 哎呦 没呦 哎呦 哎呀 今天放了这个鞋子 咖啡 今天中午十二点哈 然后软糖 等你们 这个衣服 买了好久好久没穿 之前现在穿有点松了感觉 之前穿有点紧 昨天做了个美甲 花了我 花了我九十九块钱 九十九 好不好看你们姐妹们 很便宜 这个价 这个性价很高 中午来啊 是否就好 坚持 下个又是你 十五块钱 这都别人说了 可是我跟你们说了 这个筵呢 再说了算 看这块钱嘛 一定高竞递 但是你好多高竞递 怎么还要帮你 现在噢好了